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冒牌生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是 為什麼別人不理我呢 其實你知道嗎 有一些關係就是這樣子 你努力過以後 他不見得會有緣分 能夠維繫到最後 那我來講一下 就我自己的經歷 大概是我在十歲左右吧 因為我們在學校啊 你知道有盪球籤 然後我們就搶盪球籤的時候 我跟我每一天 朝夕相處我朋友呢 就生氣了 他就跟我說 我以後再也不跟你玩了 我就回他一句 誰稀罕啊 我就轉身就走了 那跟我吵架的那一個人呢 是我當時讀書的時候的 我同班同學 他是長得很漂亮 然後靈牙俐齒 他媽媽還是你知道 家長會的會長 所以呢 在學校呢 他算是那種 最受歡迎的女生 很多男生就暗戀他 然後女生呢 就喜歡當他的那個小跟班 聽他的話 模仿他的那些行為橘子 由於他不跟我玩的關係 那一群平常 跟我在一起玩的同學呢 就全部跟他同一陣線 全班呢 就對我呢 玩沉默玩針對 讓我在很長一段下課的時間 就一下課 我就往別的班級跑 我找不到的 就是屬於我自己的角落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費盡心思的討好他 我就把我新買的漫畫 就借給他看 他看也沒有看到 就把他丟在地上 後來呢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只好求助於師長 他告訴我 以後會好的 然後呢 他就主動的插手 來調節我們之間的紛爭 結果呢 同學表面上呢 願意跟我重歸於好 可是私底下呢 一展對我就是冷嘲熱諷 師長呢 他沒有幫我們重新搭起那一座 友誼的橋樑 我無助到呢 就想要轉學 可是我父母他就說 不行不行不行 他們還是跟我講一句 啊 以後就會好的啦 以後就會好的 你沒有必要在那邊 要有小提大作 這讓我徹底體會到 被孤立的感覺 沒有人陪伴你的心會累 吃飯沒有味道 看電視都沒有意思 連天空永遠都是灰的 後來呢 我的確有了新的夥伴 那一些吵架的夥伴呢 幾個月之後的關係 也就沒有那麼劍拔弩髒了 但是我們再也回不到 像以前牙那麼親密 甚至可以這麼說 他們看我不順眼 可是我也根本就不在意了 現在想一想啊 心中雖然有一點點就是遺憾 可是呢 有一些關係 他就是這樣子啊 你努力過以後 不見得有緣分呢 能夠維繫到最後 會有這樣子的感觸啊 是因為最近有一個 國二的女生 她寫信給我 她幾乎是遇到 一模一樣的狀況 原本的好朋友呢 就因為誤會 就變得不再要好了 沒有人願意呢 就聽她的聲音 她被孤立了 這感覺很不好受 每一天呢都在哭 想要去一個新的地方 重新開始 偏偏她只是一個國中生 她的年紀呢 讓她沒有決定的權利 家人老師和朋友呢 都說啊會很好會很好 可是尷尬的終點呢 感覺就是遙遙無奇 長輩們沒有說錯 未來會和好 這句話它不是一種敷衍 它是相信我們能夠處理好 而且在他們過去的經驗裡面 就算不處理 你也自然而然會找到 新的朋友 那些話呢對我們是一種放心 可是在我們迷惘的時候 全心全意都指在 別人為什麼不理我的念頭的時候 你根本就聽不進去 其實喔人不幼稚亡當年 但長大以後呢 我發現了內心深處的徬徨 不是為何被別人討厭 你更多的是對自己沒有信心 而且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不只是你小時候會遇到 就算你長大了 它也是依然存在的 另外一位呢 是曾經有一個 進入職場的31歲的女性 她也在跟我分享說 在工作的時候啊 遇到的一些人事糾紛 她上了一些培訓班 得罪了培訓的老師 常常就被培訓的老師的 粉絲們找查 想要換個工作呢 可是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心情就變得 就是很紛擾很亂 然後她就覺得 她的人生就這樣卡住了 很多時候啊 我們要做出抉擇 但如果你沒有辦法兼顧的時候 你要做出取捨 也許現在她不好過 可是與其循環這個無解的問題 你不如把自己過得更好 例如說你去看一本書 或者你看一部電影 或者你跟身邊其他的朋友交流 秉除那些跟你沒有緣分的人 你替你自己開闊眼界 世界這麼大 你絕對會有更適合你的朋友存在 你自然而然的交際圈廣了 你就不會糾結在 某一些人的特定行為上面 沒有人能夠決定 另外一個人的存在 還有她的價值 離開不是不可以 但你還是要懂得那些討厭你的人 不是全世界 天空不會因為烏雲改變她的本色 就好像你的本質 也不會因為那幾句的流煙蜚蜚而被改變 如果你被原本信賴的人攻擊 沒有關係 那些曾經無話不說 到最後無話可說的人 一定是存在的 但是你至少分清楚了 誰是真正愛你 誰是假裝對你的人 無論如何 你要保持一顆善意的心 而且你要提醒自己 你不要永遠糾結在一個解不開的心結裡面 好好生活 繼續向前看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在這邊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你要記得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或者有什麼想跟我聊聊的 也歡迎在下面跟我留言 我是冒牌生 我們下一次見 掰掰